SIR 起啥了您呐 东京120度 北纬36度 我在青岛为您打通美食之路 早餐就从传岛早市揭开序幕 有山东煎饼 领略大口语快速 有传统甜末 品尝咸农带甜的重土 有肉火烧 味浓肉香 滋味满腹 青岛早餐竟是豪爽与浓烈的豹足 中午 多贴大小宴 伺候您口福 酒中馅料 山珍海味 全都收入 还有特条甜汤 让您越吃越舒服 再来一鱼试吃 展现吃鱼的技术 再看海水豆腐 怎么让鱼汤更酷 最后 献上点心压轴谢幕 毒蝎 让我胃酸分泌过度 斗蝎 毒蝎人已经开始想吐 之鱼 高温油炸 香香酥酥 还有蝉游越看 越热越烦越烦 从屁股开始吃 对 养的都可以 都可以吗 都可以 一 你嘴巴放不掉那么多东西 她还在 她还在 好酷 好酷 它不是冰塊喔 冰塊是冰塊 冰塊還沒畫呢 邊吃邊玩 邊玩邊吃 青島美食之路 馬上大三通路 這個環島綜合市場 如果不到這種傳統市場 不能體現我 為服出巡的決心 是不是 今天我們來這什麼地方給大家介紹 今天這個島式呢 是一般青島人 早上去到這邊買菜 有的還在這吃一點早點 這個買早餐吃早點的 對 環島中和島式 這在青島是什麼地方 這是四南區環島 是老城區 老城區 南邊 這是南邊 對 南邊 好的 眼前各位所看到的這個團島早市 正是青島最大的傳統市場 不管是乾貨雜糧 蔬菜水果 魚蝦貝類 牛羊豬雞 甚至是居家生活用品 只要你想得到的 這兒通通都有 BUT 我不是來這兒買菜的喔 我是來吃早餐的 而且我還聽張大哥說 這裡的早餐街 有個恐怖的稱號 叫做火燒早餐街 到底在賣什麼 太令人好奇了 走 跟我看看去 好好吃喔 這隻乳大腸 這醬牛肉 我搭過來買 我先吃早餐 這好吃 這好吃 超好吃 那個都快快 快快 那你量快點快快快 快快快 多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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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是不是 他沒事 桃酥好好吃喔 你喜歡吃桃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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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吃桃酥啊 你喜歡吃桃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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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喜歡 不是 我覺得我不像是來逛市場吃早餐 看到這裡琳瑯滿目的高餅點心 我覺得好像是來逛年貨大街 來採買年貨的 尤其是邊吃桃酥 邊逛街那個悠哉的感覺 讓我差點忘了我是來吃早餐的 還好張大哥又提醒我 我們還要去火燒早餐街 是火燒呢 火燒 賣麻花了 大麵包 這個包 包肉的是什麼 包肉 包肉 肉餅 肉餅 來個肉餅吧 一個是六毛錢 大概 六毛錢 六毛一個 穿一下 你不要 沒有 吃過了 吃過了 因為好來吃早餐的 你吃過幹嘛 我不要 好了 大家眼前所見的肉餅 是青島非常傳統的早餐之一 而且它有一個非常聳動的名字 叫肉火燒 是怎樣 肉會燒起來 其實在這兒火燒的意思 就是指煎這個意思 所以肉火燒就是指煎肉餅 買完了肉火燒 接下來張大哥說 帶我去買火燒餅 火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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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可以吃吧 吃了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張就這麼吃 有包東西嗎 怎麼吃都是飲 包的吃 火燒餅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技術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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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做出的薄餅出來 對 煎餅 煎餅這個 哇這樣一張 好漂亮 哇好漂亮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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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玉米麵嗎 還是 玉米跟小米 有甜味嗎 甜的嗎 自然的甜味 自然的甜味 來一件好不好 這邊多少錢 四毛錢 四毛錢 那麼巧 我買的肉餅 剛好剩四毛 好特別的東西 好特別的東西 好上一張 很好吃 不要辣了 錢放這裡 好 好講究 有看到嗎 其實這裡的老闆 都很注重衛生的 他們都不用手去碰錢 才能避免把前移的細菌 又送到早餐裡去了 再傳到客人的口中 太不衛生了 對吧 另外這裡的煎餅 是用小米 玉米 渣 黃豆和水一起 攪拌均勻之後 做煎成的薄餅 這個煎餅乍看之下 有點像我們的潤餅 可是呢我們都是 有包餡料的 但是這一攤呢 看起來 它並沒有其他東西 難道它就這麼直接吃嗎 會不會沒有味道呢 來 我幫你嚐嚐啊 老不斷 這個什麼吃比較好吃 這個什麼吃比較好吃 這個捲和菜 捲和菜 還有煎魚跳 還有煎魚跳 這最好吃 好甜啊 好甜啊 你剛吃不回事吧 吃飯了以後 我問它有沒有加糖 它就沒有 這自然甜 玉米麵 那你們通常都加配菜吃 配菜吃 配菜吃 就是好甜的綠豆芽啦 當早點吃嗎 綠豆芽選 綠豆芽 哎呦 豆芽菜 這個豆芽菜 對對對 綠豆芽菜 對 它有點甜 這個我覺得它配稀飯都很好吃 別看這個煎餅是薄薄的一片 它還蠻硬的 不過它太好咬斷了 但是呢 這個餅皮是香味濃厚 是因為嘴裡面挺清香的 而且還能感覺到玉米的 乾甜味 如果直接單吃會覺得有點乾 還好旁邊熱情的媽媽都有講 可以在裡面來夾蔬菜或肉片 吃起來會更有滋味 其實當地人吃煎餅 就像是我們早餐都習慣吃燒餅一樣 只是我們吃燒餅都會培養東西 不知道就有沒有 沒有 來這青島想 突然想喝到這邊的豆漿 這麼有甜蜜 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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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是一種餅 不是 是一種什麼 類似西蒜 甜蜜有小米麵 小米麵 有豆腐塊 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嚐一下 嚐一下 來來來 你過來 前面 有豆腐有菜 那為什麼還叫 那還是甜的 實際不是甜的 是鹹的 嚐一下來一碗好不好 那前面去看 不會吧 甜蜜怎麼會是鹹的呢 而且張大哥還說 他就像加了料的台灣米薑 到底什麼怪東東 來 瞧他一瞧 來一輪甜蜜 我跟誰說 這位大女 這位阿姨 這位大姐 來一輪甜蜜 一輪甜蜜 對 多少錢 五毛 來 來 好 甜蜜 鹹的耶 它這真的是鹹的耶 鹹的 鹹的 對 小米 小米磨的麵 小米 小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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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 很特別 好 好 它磨得很細 很細耶 它根本就已經是一種 糊 糊 糊到我們還能夠吃到顆粒 我現在不講菠菜 那菠菜一定吃的是 另外的感覺 就是光吃那種糊 它就像你吃到什麼芝麻糊 什麼花生糊那種感覺 它已經很糊很糊了 很稠很稠 綿細綿細的感覺 然後它又是小米麵糊 小米麵糊 對 所以很特別 觀眾朋友 這個甜蜜吃起來 可是是鹹的啊 張大哥說這個甜蜜 是倒倒地地的青島傳統早餐 像他也吃了四十幾年了 那就不知道為什麼 味道明明是鹹的 可竟然叫甜蜜 不行 本著美食家的精神 我一定要問出它 所以然呢 這個這樣的吃法 已經在山東有多久了 在山東是好長的 從歷史 從歌曲 就有 有歷史以來 這個歷史不叫做甜蜜呢 是鹹的 甜蜜是鹹的嗎 它這個名義吧 我也不知道 我說從古代就流產了 就流產蜜了 叫甜蜜 應該是因為這個小米 它有很多叫法 因為叫鮮飯 鹹飯 鹹 叫鮮飯 鹹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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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甜蜜 還有的叫什麼 有好多名的 所以我們叫甜蜜 青島人全都叫甜蜜 我覺得它會叫甜蜜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小米麵 吃到後來 你當入口是 你當入口是鹹的 你吃到後來 整個吃完以後嘴巴甜甜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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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对不对 根据老板的说法 再加上我再三的推敲 应该就是他做甜末的材料 是用玉米小米下去磨成末 而他们的味道本来是甜的 虽然后来加了咸的配料 但它有这个先咸又后甜的口感 才叫做甜末 是吧 另外吃肉火烧 配着甜末吃还难做一个 肉火烧的外酥里嫩的 咸咸香香肉香味十足 单吃的话口味比较重 也比较油腻 若与清爽的甜末搭着吃 刚好可以综合两者的味道 这样的早餐组合吃了 的确不让人觉得心满意足 好好吃 跟我吃 青岛活天 今天给你谈谈它的故事 在青岛的北方 有一个郊区 仓口 仓口这个地方在46年前 它诞生了一个叫做 仓口锅贴铺 它经过46年的成长 它成长成什么呢 我们看到后面的金牌 今天来到这边呢 为什么会慕名而来 因为他们为了锅贴这样子的一个小吃 竟然发展出了一个叫做大雁跟小雁 锅贴能够变大雁跟小雁 各种不同的吃法 光是用听的想象的 我的口水就一直喷 我等不及了 各位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青岛锅贴的特色和魅力 走 喜欢吃锅贴的朋友有没有很期待啊 西中平常普通不过的锅贴 在青岛竟然可以发展出宴会请客的宴席 可以想见这个锅贴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啊 听说这锅贴大雁 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内容 有着让锅贴百吃不厌的秘密 像这种用平凡的料理 创造出伟大传奇的美食 这是我们美食大三通 踏破铁蝎 寻寻觅觅的目标哦 青岛锅贴 怎么会想到把锅贴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普遍的小吃变成宴席呢 隔壁这位行开山 行大哥你好 欢迎你 他们是青岛锅贴 现在目前这个企业的发言人 各位要小心啊 他对这个锅贴有相当相当深入的研究 我这样介绍没错吧 谢谢 这个是我们现在先来吃一个这个 这个是叫做锅贴宴 锅贴大宴 锅贴大宴 对 分大小宴 对 锅贴大宴上完了吗 就这一道还有别的吗 锅贴大宴还有翻到手吃 是不是 大宴之所以叫大宴 又还有三道小吃来的 锅贴大宴 枣木糕 锅贴 羹啊 锅贴大宴 叫八宝羹 八宝粥 八宝粥啊 锅贴大宴是番茄汁 番茄汁 还有照顺序 这有照顺序吃的吗 对 这是随着大宴上来以后 因为它有九道锅贴 九道是 你现在是派代表呢 还是就这么多 这就是九道锅贴的代表 这是一个人吃一份大雁 就是这九道锅贴 如果你是酒席的话 你人多的话 它的锅贴一道道给你往上上 每上三道锅贴的时候 带回一个小吃 我们锅贴吧 锅贴有几十个品种 几十个品种 有些客人来一次吃不了 吃不了这么多品种 怎么买 我们就发明了这个锅贴大雁 大雁 这九个品种吧 基本上就是包罗了锅贴的精华 这汤的顺序是有照顺序的 对 有顺序的 先喝番茄还是先喝这一边 一般的吧 先喝早莫根 早莫根 八宝粥 八宝粥 番茄汁 番茄汁 是不是 你想 锅贴有二十几种 四几二十种 然后呢 这个九种是它里面的精华 大雁 一个人吃又吃这么多 对 就这么多 配到每三样再配个三 配一碗汤 对 听到没 这盘锅贴竟然各个不同 九个锅贴有九种口味 各位观众 这时候应该相当好奇 到底是哪九种了吧 仔细听咯 它有三蒸 三树 三鲜 大虾 鱼香 麻辣 牛肉 扇贝 跟红豆 是这 你们没有听错 就是红豆 锅贴做成甜的 有创意吧 大特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锅贴新吃法 其实这家青岛锅贴 已经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了 而且还历久不衰 另外 各位也别以为 这九种锅贴是突发奇想 它突然发展出来的 其实这里面 也是由其巧妙安排 究竟是个什么道理 待会儿告诉你 我先尝尝这 锅贴大业的滋味如何 哎呦 不知道会吃到哪一种哦 这是 这是三鲜锅贴 你的皮好吃哦 三鲜锅贴 今天很漂亮 嗯 三鲜锅贴吧 三鲜锅贴 嗯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 木耳 黑米 木耳 黑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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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米还有韭菜 好好吃哦 好香哦 好香啊 这一点都不会觉得油腻 对 这些人的锅贴 咬起啪唧这样子 到时候是油 就是为了方子 有些客人怕油腻吧 所以就面地了这三鲜锅贴 这个是 这是什么是 这是牛肉锅贴是吧 牛肉锅贴 牛锅贴 第三个 这个 鱼 这是 这是鱼香锅贴 鱼香锅贴是用新鲜的鱼肉 精致而成 为什么你做的都不油 好饭吗 因为这边的配方比较不特 这边是用牛煎出来的吧 但是不腻 香而不腻 这边的特点就是说 即鲸鲜月之精华 那鲜香焦内之特色 没错 锅贴宴的特色就在于 即鲸鲜月之精华 鲜香焦嫩之特色 所谓的鲸鲜月 就是九种锅贴里面 有北京重咸的口味 山东的海鲜 四川的麻辣 跟广东式甜的口味 另外 这三碗小吃的作用 则是在于 综合锅贴的油腻感 虽然这里的锅贴 煎得一点都不油腻 但吃完锅贴 再喝完根汤 会让人感觉到 非常的虚幻 邢大哥说 六十年前 他们也只是单纯地 卖几种锅贴而已 后来因为青岛南来北往 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很多 每个人又都有自己家乡口味 所以青岛锅贴的九种口味 跟特色就从当时的情况下 发想出来的 另外 我发现青岛锅贴 除了口味众多适应人之外 还有那锅贴皮 煎得真是非常酥脆 焦香味非常迷人 而且真的一点都不油 再加上那馅料 软嫩脆干 鲜咸合一的滋味 让人吃多了也不觉得腻 好了 恐怖的麻辣口味来了 牛喵 微辣吗 微辣 微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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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一点辣 很香啊 我最喜欢吃辣的人来讲应该刚好 再吃一小口 你有用辣油去拌 我会吃辣就会这样 你赶快尝一尝 赶不快 不是那个番茄汁 番茄汁 好爽吧 不错 这个番茄汁是他们自己打的 自己做的 一点什么添加物都没有 就是纯番茄打住了 纯番茄打出来 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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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会觉得 锅贴有那么一点点油的话 如果你会觉得 最后面它下的柱角 它这三项甜点的最后甜汤 番茄汁 做了很棒的中和跟缓和 还有一个转化的一个奇妙的感觉 这个番茄汁让人的嘴巴变得舒服 亲爱的朋友 这道锅贴大业暗藏的巧思 跟独到的好滋味 吃完真的会让人回味我 尤其是你只要在一个地方 就能长遍各地美食口味的特色 这才是最过瘾的 不过这大雁一共也才减了锅贴 对我来说是少了一点 不是说这里还有小雁吗 行哥哥 大雁对我来讲 开启了我的味觉而已 是吗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想今天难得在这边交朋友 干脆 我们也把小雁介绍给大家 我顺便也塞塞牙缝 好的 这样的好不好 好的 那麻辣不要上 麻辣不上 没有麻辣 可以吧 可以 小雁里面有没有麻辣 没有 没有麻辣 大雁才有麻辣 小雁没有 小雁没有 小雁有四道锅贴 四种锅贴 四种当然OK了 好不好 哇 我们请他们来一点小 就是咱们变了小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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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雁贴 里面有四种锅贴 有大虾锅贴 有牛肉锅贴 有海鲜锅贴 有三鲜锅贴 对 因为有的客人 饭量可能要大一些 所以在小雁 特别 一般可以吃了一份小雁 去吃吧 好 这四个 四个 四个品种 每个品种四个 这是一人份啊 对 一人一份 那四种是我刚吃过的 对 你都吃过了 我都吃过了 好 今天很高兴 把这个今天都吃过 都介绍过了 锅贴宴 交给大家 待会就让我们的 同伴们的大大雅记 好不好 好 那我就跑了 好 康有为这个人曾经对于青岛 他有这么样的一个解释 这里面可以说 青岛看出去就是 红瓦 有吗 绿树 这个因为现在是冬天 所以没有绿树 因为夏天派出是绿树 还有 碧海 火 藍天 也是因为冬天的关于 所以现在已经乌 乌乌乌乌乌乌乌 这没有办法 所以夏天来看到的 应该讲到的就是 看到的都是 康有为所说的那个景致 青岛堪称中国北方 最美丽的城市 就是我们正在这边 感觉到最新旷神移的地方 而且呢 在以前一百多年前 德国曾经统治过 因此整个城市 处处呈现了很多这种 特有的 不同于中华民族的一种 建筑的风貌 你可以看到那边 那个呢 就是德国总督府 我们呢 蒋中正 也住过那里 你从那边呢 一目四望 一目四望看到这个环境 就发现它是整个建筑 如果不讲我现在在青岛 你真的会以为我在德国 有这个感觉吧 有没有 确定了一遍了 对不对 对对对 真是美 这温度非常非常低 对不起啊 要是这样子好了 好 现在告诉你为什么我来这里 好不好 为什么来这里 因为呢 我听我的好友告诉我 在青岛有一个家的点心 你一定要吃 因为那家的点心相当的独特 而且呢 这个用料相当相当的精彩 以我们这个 这么喜欢吃点心的人来说呢 你如果吃过了饭 不来这边吃点点心了 那就可惜就白来了 看到没有 润德 润德大酒店的点心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尝到这些点心 哦 很期待哦 耶 这段话在路边说的 冻死我了 好了 话说回来 润德这个堂堂的一间大酒店 当然也不可能只卖点心了 除了鸡鸭鹅这些山产之外呢 当然也少不了青岛特有的海鲜咯 而且听说来这品尝这些美食的 刀客还不少 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为这儿的点心 慕名而来 想必他的点心来头不小哦 姑娘 不瞒你说 今天我来这边呢 慕名而来啊 我的朋友在这边呢 我有一个叫张健的朋友 他特别推荐我来这边呢 可以再不进来 他说呀 你们这儿呢 有点心很好吃 点心 嘿 对 你们这儿的饭后点心 这么有特分 我因为我刚才 不瞒你说过 点点点点个东西 所以我想来这边直接吃点心 可以吧 你不如想来到我们店的招牌菜吧 招牌菜啊 对 吃完菜以后 该给你上点心 对 这样就好 那点 点什么 你有什么招牌菜呢 我们店有个鱼 来青岛 离海这么近不吃鱼干嘛呢 是吧 鱼 鱼好处理 不会太好 鱼好 那就来个招牌菜 来一道鱼就好了 来一道鱼 好的 麻烦你 我就只吃这一道啊 好的 那表示我要哄你的肠嘛 好的 然后我要吃点心 好吧 稍等一会儿麻米上 麻烦你 你好先生 你好 好 听说你是台湾来的慕名啊 来品尝我们的烫茶菜 是是是 看来你是个美食家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得出来吗 我长得很低调的 看得出来啊 一看你就是个美食家 是不是啊 您是这里的 我是这里的经理 经理 经理 什么声问你啊 我姓何 何 何 何经理啊你好 品尝我们的烫茶菜 行坐行坐 那这样我先叫 我是朋友建议我们来这边吃你们的点心 好 是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服务员说的 一定要吃你们的招牌菜 我就点了个鱼 对啊 我们这里呢 就是说招牌菜很不错 到了今早先吃点特色菜 然后再吃我们的点心 是不是啊 你们的点心真有名对吧 真的很有名 哎呦 那来对了 论蛇嘛 不行 那现在先上菜 好上菜 好了吗 回来上菜 这个鱼 这是我们的特色菜 这一道鱼 这是鱼 这是鱼 这是什么鱼 这是黑土鱼 那那个是 那那个是 那个是点心 不是 这是我们那时候特色菜吧 这个鱼吧 对现场调制 啊 他上轴吧 跟着巴洞的材料 这个鱼的制作方法就是很特别 太特别了 睁大眼睛看了 这道鱼不就是个生鱼片吗 阵仗搞得这么大 肯定有来历哦 何经理说了 这道鱼身 它的特色就在于用了 葱姜 土豆丝 花生 朝天泡椒 酱油 花生油跟辣椒酱 用八种调料搅拌而成 而且在放料跟搅拌的时候 每一样都有先后顺序 像是要压过鱼身腥味的葱 姜 跟调味酱就得先放 让鱼身先充分地吸收了 它们的味道之后 最后才能放上土豆丝跟花生 要不然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土豆丝跟花生就会变得软软的 反而失去了应有的脆力 吃惯了日本的生鱼片 现在尝一尝中国式的鱼身 应该不错哦 有点辣 对 微辣的 好吃 吃不出的鱼的生味和腥味 绝对吃不出来 对 因为平常我们说生鱼吧 都是有辣根 而且这个没有辣根 搭配的很巧妙 这花生还鲜料得过 对 这花生很香 这不单纯的炸花生吧 就是单纯的炸花生 因为这个花生能炸这么亮 它是炸的聚 对 炸完就会去皮 好好吃哦 这一道鱼身不仅彻底地颠覆了传统撒西米的吃法 也展现了中国人对于美食料理色香味样样俱全的要求 活泼的鱼身入口即化 取而代之的味道 就是那个酱汁的香味跟辣味 好了 这道藏锅了 典型时间到喽 这好香哦 下一道菜 什么东西 这上下一道菜 我不是只点这个鱼而已 因为我们这个鱼吧是特色 它一个鱼吧可以做四种吃法 这是我们的第二道菜 你今天有四道 一二三四四道 一鱼可以做四道菜 是不是 我只点一道 对啊 这菜名叫一鱼试吃 对 不会吧 有没有那么会点啊 没看菜单随便点点也能点到一鱼试吃 门热头都没那么准 唯独香样也太大意了 刚进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 这间酒店的佳肴就是以海鲜为主 点心为辅嘛 希望这种海鲜酒店一定会有一鱼多吃的料理 就是太急的要吃点心 就把点菜应该注意的小地方给忽略了 现在点都点了 来看看黑头鱼第二吃怎么吃 不许笑得很尴尬 哈哈哈哈 品尝一下 这道菜颜色特色 它叫赤枝蒸土壤 是鱼的腹部这一块 它用调制皮嘛 调制出来 蒸出来了 就蒸的 对 凉拌的完了再蒸的 这是到这道菜 我们说这鱼新不新鲜呢 这是到活鱼 吃清蒸的最清楚 它新不新鲜骗不了人 对 一差就知道 您是个美食家 肯定骗不过您 它这块肉吧 吃起来比较柔软细腻 因为它是鱼的腹部这块 也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地方 它的脂肪 香死人喽 这道食肢蒸土壤 它味道相当浓厚 而且那豆豉的干咸味 能够称托出鱼肉的鲜甜味 进而达到鲜咸甘甜 四味合一的最高境界 这道菜很下饭 紧接着第三吃 家常烧鱼段 顾名思义 就是以红烧的方式来料理 何经理说 鱼段 就是指鱼中间身体的部位 这个地方的肉质 比较有弹性 也比较硬一点 在吸收酱汁味道的过程当中 不会因为煮太久而化掉了 因此非常适合用红烧的方法 它的口感呢 又软又嫩又有弹性 一咬下去 还会有鲜咸的汤汁喷出来 感觉还蛮爽口的 终于到了第四吃了 鲍尾炖海水豆腐 这一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它只运用了海水豆腐的自然的咸味 去调和鱼汤的味道 因此是最原汁原味的一种佳肴 听说这海水豆腐也是青岛本地的特产 把海鲜跟海水豆腐结合在一起 成就出了这一道完全属于青岛风味的美食 一口气终于把生拌蒸烧炖四种吃法介绍完了 同时海水豆腐还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 你说什么 这个豆腐其中含有维生素B 维生素U和维生素12 因为它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 它有维生素U啊 维生素有U啊 维生素U 你看到没有 不经意识不长一致 它用海水点的 用牢山天然的矿泉水泡制作的 味道真的很特别 它海水点的豆腐呢 特别的 特别的 蓬松 有劲 咬起来就是豆腐的香味 豆腐的香味 豆腐的豆腐味 特别毒素 现在给你上一下点心 可以上点心了吗 可以上点心了 今天呢 我们工作人员赚到了 你看这么多好吃的鱼 我们的点心吧 更别是 它是用那个 我们就是青岛本地的野味做的点心 你想要本地的鞋子 资料 什么 鞋子 资料 豆腐 还有残油 点心耶 对 点心 饭后的点心不是甜的 不是甜的 这是我们的就是最 你说的资料是那个在叫的 夏天在叫的 对 对 你说的残油是那个这样 对 对 鞋子是那种后面 后面 对啊 还有豆腐 长长的 我该长长的可以爬的 那种 是吧 都好了 都死了还是 我的 虾 虾 虾 无法相信 期待已久的点心 竟然是一堆活泼好动的虫 而且何经理还说 要带我去厨房看 哎呦 这一个还可以好好吃呢 不要不要啊 我们的制度 你看一下他们的制度 是吗 不要 不要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点心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点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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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吗 这个也是点心 这个也是点心 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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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小心别在车那里 它是有毒的 是吧 这是我们台湾的美食家 那个是 那边那个是 这是鸡料 这是资料 哎 这是豆虫 豆虫 豆虫 豆虫是吃什么的 它是吃叶子的 你看 因为叫我们的厨师 给你制作成美味的点心 美味的点心 美味的点心 对 尴尝一下 说它是美味的点心 你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啊 但是我还得跟各位 讲一下一些正确的观念啊 这些虫虫 丑归丑 下人归下人 营养成本还很高 像蝎子 就有解毒 止痛通弱的功效 是很好的滋补 保健食品 现在台湾吃蝎子的人 也是大有人在 这些虫虫 典型的做法也不是太难 但是 不是用炸的呢 就是炸完之后 再加 这个葱 蒜 辣椒一起炒 好 总而言之呢就是 要把它们料理成酥香脆的口感 何经理说 这些虫呢 还危害到青岛古物的收成 当地农民又不知道这些虫 其实对人体都有一定的营养 因此呢 尝试着收购回来料理看看 没想到一推出 广受好评 虫虫点心的名气 也就越来越响咯 好 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点心 嗯 这个是蝎子 嗯 它就说 是一种野生的动物 而且这个吧 它里面带着毒性 现在就经过特殊加工吧 毒性很小 不会伤人 而且吧 对人身体吧 还有好处 就说 可以说能排毒吧 养颜这个 这位帅气的何经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怀孕的感觉 想吐 因为您害怕 我没有害怕谁害怕 你不害怕你怎么不敢吃 客人 一起吃 这样可以吧 可以 我敬你 你先吃 你挑一招 你必须先吃 因为您是客人 我知道吧 我们也敬你马上去吃 好 你不想先吃呢 我们一起吃 对 一二三 有同志远方来 对 谢谢你 那是你不大关系 相当自是有缘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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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吃了 真的现在吃了 对啊 我现在吃了 对啊 对啊 我现在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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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这声音好脆啊 我都唱到鲜了 射得到 哈哈哈哈 别嚇一大 为什么 尝尝 这是豆虫 豆虫 我从屁股开始吃 对 鸟子都可以 都可以吗 都可以 嘴巴放不在那头东西 他还在 我对不起 我真的不敢吞 OK 虽然我已经知道 鞋子的好处多多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增强细胞的活力 甚至是预防及治疗 胃炎 皮肤病等多种疗效 我还是不敢嘛 虽然何经理也说了 鞋子的口感很像炸酥了的鸡皮 酥脆咸香 可 算了 好歹也是个胆大的美食家 怎么可以在人家面前闹笑话呢 再尝尝这一个 你饿了是不是 你说吃就吃 很好吃 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是不是 吃得了鸡皮肤 那还有鸡皮肤 你卖吗 就是 丰富的蛋白质 恐怖 到底是谁说要来吃点心的 他怎么那么 那么懂得吃啊 各位别看这豆虫长得不一只准 实际上吃 有点像豆腐皮的口感 比较干比较硬 味道干苦中带点焦香味 要吃治疗了 听说味道很独特 我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吃吧 这是餐油 这是我们织布这个餐 吐完丝吧 把它搅出餐碱里面搅出来 就可以吃了 它只能用炸的吗 这些东西 因为炸的口感嘛 比较不错 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吧 这是炸的东西 你吃点味道好够 很好吃吧 这是什么 再来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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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味道很好嘛 味道好就再吃一只嘛 糗了 它是怎么发现我偷偷的把资料吐出来的呢 还亏我演示的那么好 还是被俩包 好了 不要再激我 我吃就是了 味道还可以 干干苦苦的 但那个苦是那种中药材的味道 还可以接受 而它的肉质 其实很像冰过的蛋糕有没有 塌塌 软软硬硬 这怎么说怪怪的 还是还可以吃了 所以说呢 再真的别被这些宠宠的外貌吓得不敢入口 其实他们是又营养又好吃 要真的无法克服心理障碍 就把眼睛闭上吧 这个比那个还好吃 对吧 这个真的很不错吧 我们这里的点心是最精美的 别的地方真吃不到 这个 别再继续推销了 我已经吃了三样点心了 区区的一个残永 还能吓到我吗 其实口感跟先前的也差不多 都是外酥里嫩 味道干苦 它的疗效能有效地降低血脂 防止动脉硬化跟糖尿病 有一身心了 很好吃 欢迎您下次再到我们任德大酒店来 来吃点心 是不是 真的可以吃了 这就可以吃 它不用洗啊 不用洗 这就干净了 它还会冻啊 我给你吃看一看啊 我给你吃看一看啊 嗯 干 干 说干你干了 咱uesta 小欠田来了 markets diversity 对不起 小欠田今晚会对 爸爸 小欠田来了 不 你这是小欠田啊 我是小欠田他爸 是 小欠田你的爸爸来了 有失远盈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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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吃邊玩邊玩邊吃 下個禮拜美食繼續大三通